这里是Tauranka Moana 距离纽西兰第一大城奥克兰大约200公里 相当于从跨连四度台东县泰马离乡的距离 这里除了风景优美之外 今年更成为了保留毛利族文化传统的重镇 在过去三年以来 这地区的各个部落知己推动毛利族语教学 除了着重让更多人能够以毛利族语沟通之外 这里的族语保存工作还有一项发展重点 就是培养可以在集会的时候 公开以毛利族语演说的人才 尽管在这里 以纯毛利族语交谈的家庭 已经越来越少 再加上这地区所使用的毛利语方言 又和流西兰其他地区有所不同 所以会说流利族语的人 在这里已经越来越少 尽管有这不少困难 但对于当地的族语保存工作 要毛利与老师表示乐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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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让年轻人学习毛利语之外 这地区的部落所要培养的 是一批可以在部落集会的时候 可以用毛利族语公开演讲的接班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各个部落跟安排一些 已经会所流利毛利族语的成员 参与这种定期聚会 这种聚会实际上就是一种演讲特训班 能够教导演说的人并不多 不过投入这项计划的演说家指出 三年下来这种演说精英特训班 已经获得一定成果 在练习演说时 演讲者会慎重其事地站立发言 而其他成员也会端正地坐着聆听 参与聚会的成员 除了努力提升语言能力之外 还必须学习演说礼仪 这地区一共有23个聚会所 但是受到当地部落其老认可的演说家 目前只有三位 记者抽的正编译 请不吝点赞订阅